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酒醉以后迷路了 匪徒为了抢他手上的酒就杀了他 哦 戴慕斯 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劝呢 可惜我们没能早点抵达现场 不过我们抓到了杀害他的那群人 他们以后再也没办法伤害其他人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有这些发生的事全都有预言描述过 所有的事情都在一本古老的书中记录的巨细迷遗 我 觉得不太舒服 那是当然的 你已经在太阳下晒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还不能走 大地随时都可能恢复理智的 拿我的水喝点吧 你这傻瓜 佐顿库勒 他是个传奇人物 我完全相信他的力量就如同传说般的可怕 但在他过人的天资之下 也隐藏了一颗疯狂之心 以及对永生与力量的执着 他是一个狂人 与其召唤他前来帮助我们 倒不如让他长眠于沙漠中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没有 我只想警告你们 自从多年前 幸免于崔斯特姆的灾难之后 我发誓要向迪雅布罗和他的同类复仇 为此 我牺牲了一切 这是我的道路 我会一直走下去 直到粉身碎骨为止 丽雅需要你的指引 就像她的叔叔一样 她有颗宽容的心 你不认同吗 宽容无法帮助我们度过这黑暗的时代 我不太确定 对于母亲回到我身边这件事 该抱着什么样的期待 但绝不是这样 她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能够体会她的使命 强加在她身上的负担 就像凯恩叔叔一样 遗弃自己的小孩 是向艰难的决定吧 什么 不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让她在安全的环境下成长 自己则冒着生命危险 寻求我们的救赎之道 这是我必须做出的牺牲 无论如何 在我的引导之下 丽雅会发挥她所有的潜力 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做吗 我的密库位在凄凉沙地的北端 我们会在那儿找到我的身躯 和黑灵魂时 你做了什么 让赫拉底姆这么痛恨你 我背负的其实是和他们完全相同的伤疤 他们非常清楚 我经常用尸体了解 你的信号 不是mov 那不是人吧 你的信号 没有KK 有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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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惑 有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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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石上投注了许多时间 我研究他们 对他们的力量很感兴趣 在胜利之后的漫长岁月里 我感觉到胸中一股空虚 一阵苦楚 日移消失着我 有了我自己的灵魂石 就能削弱天堂与地狱的力量 让人类得以提升 无语辟敌 无所局限 这里是通往我密库的入口 让我启动传送门 为了我的研究与实验 我打造了这一切 黑灵魂石是个复杂的杰作 我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才造出了他 我来跟四季之后 他砍大地 你在这里做什么 很好 大家都在 我来告诉你们 我找到了笔烈 而且我准备好 带你们去找他了 那么 只要我们一取得黑灵魂石 我们就能永远铲除 狂言之王 那很好 不过首先 得让我恢复原状 我们准备好 要进行我们答应的部分 你要遵守我们的约定 这些传送门的后方 藏放着两个 曾以我心血驱动的圣物 拿着你所找到的血瓶 去启动他们 我会在这里准备仪式 小心点 天使馆恶果好多少 知道他们曾经投票表决过 是否要消灭全人类吗 只差一票 我们人类就要灭绝了 听起来就像是泰瑞尔会做的事 是的 不论他是什么身份 他就是正义的化身 而种族灭绝 是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 三百年前 我挑选了库勒与其他六人 建立了赫拉底姆兄弟会 他是个伟大的人 但多年来 对狩猎邪恶的执念 讲得逼疯了 赫拉底姆为何要杀掉 佐顿库勒 他探求凡人不该持有的力量 试着打造一剑 能以天使与恶魔之魂 充填他空虚星河的法器 他的同袍别无选择 只能杀了他 这个世界 让赫拉底姆蒙受重创 我本身的仙气 如今终于可以完成了 所有 都将沉浮于我的力量 发生了什么事 这怎么可能 那些已灭亡的地狱魔王灵魂 竟然被吸入了灵魂室中 放弃你的计划吧 灭发雷雨 你的盟友只想利用你 有了这股力量 你跟我 将成为万物的统治者 你疯了哭了 快把灵魂室交出来 否则我就杀了你 现在五个地狱之王都封印在灵魂室了 爱德利亚 你到底隐瞒了什么 在二十年前崔斯特姆最黑暗的时刻 凯恩向我透露了 左顿酷了的人造灵魂室 原来你离开我 是为了标记地狱之王的灵魂 好让他们封印到黑灵魂室里 是的 我的女儿 为此 我牺牲了一切 我牺牲了一切